低小人生 大家好 我是Kiki 這個月是空中飛人月 上禮拜才在首尾 今天又出現在桃園機場了 不過這次不是跟朋友也不是跟老婆 而是帶著本頻道的流量霸主Kima 一起到日本玩 而且我們這次不是去東京啊 或是大阪這種熱門城市 我們要去的是四國的高知 是在日本的南部 太德系了吧 然後那邊的當地海產 像什麼鑑魚料理好像很有名 等等到日本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無腦袋長輩出遊的高知片吧 沒有無腦袋 就是帶長輩挺麻煩的 現在的年輕人都這麼覺得 這次我們搭整的航班是週三出發 週六回來台灣虎航 也是目前台灣唯一直飛高知的飛機 美中有兩班 建議大家可以先在網路上自助報到 這樣現場就不用排太久 台湖的手提行李限制 甚至是兩件總計10公斤 托運者可以不限艦術架構 這點蠻方便的 雖然我們這次搭乘的是小飛機 但台湖的日本航線很多 很適合內心想體驗日本深度旅遊的朋友 不過這次畢竟是帶媽媽出門 我有先預先坐位 剛好就坐在飛機第一排的虎書時 我跟你說 腿部空間真的很寬敞 還可以看到空服員 在前面工作的模樣很新鮮 比較意外的是 台湖居然有提供 紅銳針和顏書機等等套餐選項 這對於早報的飛機來說 完全是一大福音啊 我們剛剛到高枝機場了 我們講高枝真的超可愛 因為這裡的機場非常小 所以它連行李轉盤都沒有 但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這邊不能用visitjapanweb 所以你們的資料 最好在飛機上就全部先填寫好 就不用等太久 那入境之後呢 我們剛剛一出來 哇整片的草原耶 路上還會有人來發放高枝的名產果汁 然後也會有會場中文的工作人員 引導大家要怎麼去打市區的巴士等等的 那順便來給大家看看高枝機場 欸已經逛完了 這邊還有一個information 然後租車公司也在這邊 大部分人來四國好像都會開車啦 然後你們看 這邊是航廈有沒有 就在航廈外面 就有機場巴士了 車票的話 有點像是點拉麵機的回溯券 再放再放 你們一起放 然後你們買回溯券可以分 不過一個人的話 買900塊 大概是兩個人比較合帥 對對對 好 各位我們終於到高枝市中心了 我們現在要前往的是紅人市場吃午餐 但我們在路上的時候發現 很可愛吧 細菌人還有他的室友 到底是室友還是女友啊 不過你們知道為什麼會有細菌人嗎 因為高枝其實是麵包超人的故鄉 所以這裡就會充滿著卡通人物的角色 他鼻子也做得好像喔 這裡是Lawson 你們看高枝 地大就是不一樣 Lawson直接讀洞 上面也沒有任何東西耶 其實高枝市區很小 從JR站到市中心的戴歐廷商店街 只要走路15分鐘 走到商店街的底部 便是高枝最著名的景點紅人市場 這裡又被稱作是高枝人的廚房 因為旅客不但可以在這裡 品嘗到各種平價的在地美食 就連高枝居民也很喜歡來這裡吃飯聚餐喔 開一吃啦各位 第一站要先吃名神丸 這個是紅人市場裡面最紅的鑑魚料理 那高枝的鑑魚很特別的是 他們會用稻去炙燒過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大火在炙燒 超級美 但這裡的吃法很特別喔 他們居然會夾大蒜 好像韓式吃法喔 這你敢吃 因為我媽其實不太敢吃生魚片 可是它表面已經炙燒過嘛 但裡面又是生的 所以它的口感我覺得還蠻豐富的 怎麼做到的啊 它那個大火那麼旺欸 然後它的鑑魚還可以選擇 沾蔥 沾大蒜跟芥末 喔 單吃不加薑汁更好吃 我覺得薑汁會帶掉那個味道 對 薑汁味道太重了 跟大家補充個冷知識 鑑魚其實就是我們平常吃的柴魚 然後柴魚他們不是會做成一絲一絲的嗎 很少有日本人會直接做生吃 那這個就是高枝的特色吃法 來吃吃看它的天婦羅 這個天婦羅是海草嗎 好香喔 我有加一點芥末 它的芥末偏辣所以不用沾太多 還拿了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看起來應該是雞肉吧 是什麼 雞肉 比我媽做的還嫩 會被你殺了嗎 它是雞胸肉 然後是嫩的 你拿了一堆蒟蒻 蒟蒻不就是站位的廢物嗎 就是要拿來站位 這裡有那麼多東西要吃 喔 好吃欸它的芥末 在那邊抱怨你 然後其實芥末又很好吃 不得不說紅人市場雖然不大 但餐點走類真的超級多 而且這裡有不少伴手禮可買 也因為是室內空間 所以不管是晴天下雨都能來吃吃喝喝 甚至這裡有賣不少水果 點點和當地特產唷 我們又點了第二round 這個竹輪是高枝限定 這個竹輪裡面的黃瓜 只有高枝的竹輪才有辦法塞得進去 一般都會塞得有點碎碎的 然後這個是烏拉皮 有兩種啦 但老闆是推薦說這個賣得最好 然後旁邊還點了一個炸雞 竹輪我有做功課 只有高枝的竹輪它的彈性才夠大 而且它的魚漿 魚的比例加的比較多 來吃吃看 我剛剛有沾了美乃滋 就是竹輪加美乃滋 還有小黃瓜的味道 可想而知 然後再來是第三個高枝名產 生蠻拉皮 它的口感很特別 有點像冬粉 可是它的魚味很重 所以吃起來確實是生蠅片沒有錯 可是你說它好不好吃 好像也很難定義 因為吃起來就是生蠅片冬粉 哇你吃掉好多小生蠅 如何 它有一點點像那個PT 你吃過PT是不是 有時候我也是不小心吃到 什麼東西 在我媽堅持要點的炸物 它真的是炸物謀人 好吃耶 紅人市場的雞都做得很嫩耶 天啊我超喜歡吃到柴德雞 平常就一定要吃超多雞胸肉了 如果在外面還要花時間吃雞的話 一定很好吃才行 結果一開始被我說很普通的竹輪小黃瓜 居然是我媽的最愛 比起鮮魚你更愛這個喔 真的假的 可是吃到最後蠻好吃的 對啊 可是後來講黃瓜很清爽 所以就瞬間把所有的那種油膩味 前面的油膩味全部都抽掉了 去完紅人市場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走路來到高之城 因為他們兩個距離很近 只要走路7分鐘 不過現在時間有點尷尬 已經4點49分了 但高之城5點關 我們太晚來了 今天吃太慢 但給大家看一下外圍好了 外圍其實就看得到城牆了啦 這個階梯我覺得還算是長輩友善階梯啦 就是他不是到很陡的那個 就是高之城 先跟媽媽say sorry 因為有點趕著時間 我要趕那個5點關門的時間 所以媽媽體力不知 沒辦法跟我一起窗在山下等我 啊 看到了 高之城的入口就在這 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進去的話 一個人是420塊 阿妹媽18歲的話就不用錢 雖然沒來得及近去城裡參觀 不過高之城會被稱作是幸運之城 好幾度都躲過戰火 自然災害的危機 也是超過200年歷史的現存 日本12天守之一 而城裡經常可以看到山內一峰的雕像 因為他就是高之城的建造者 他老婆也是日本著名的賢內住代表 男人非常相愛 山內一峰也是戰過時期 極少數沒有納策士的武將喔 真的有個莫名其妙 大家來高之城都是來拍這個城堡的 阿我媽 妳說妳拍了什麼 來給大家看看 我拍了植物 還有自拍 然後呢我們兩個再來再來再來自拍一次 那我請問妳這個跟阿里山有什麼不同 這樣大家不知道我們來的是高之啊 我用Apple它會記錄這是哪裡啊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個高之冷知識 妳知道高之有名的是什麼嗎 除了監語之外 還有什麼 漫畫之都 他們從小就會開始畫漫畫 所以他們有很多漫畫的各種藝文活動 像這個也是 圖書館裡面可以畫漫畫 然後盡情借業漫畫吧 入場無聊 而且它電腦版熟繪版都有耶 對 然後還有分鏡圖耶 覺得很棒耶 他們把漫畫寓教於樂 就不讓大家覺得好像是一個很廢的事情 確實漫畫就是一個很療癒的事啊 各位 雖然我們CAM到高之城 但我可以補充超多冷知識 因為我們剛剛在地上一直看到這個圖案 結果我剛才知道原來這個是 土佐豆泉 是高之非常有名的品種 這還沒有完 我們來繼續看 這裡還有一隻雞 這個雞也是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你們有沒有發現它尾巴超長 因為這個叫腸尾雞 這是高之非常有名的寵物雞 挺有趣的耶 高之 有麵包超人 又有寵物雞 又有土佐豆泉 今天的晚餐厲害了 帶大家來吃高之人的深夜食場 也是擁有百年歷史的烏台岩冰味 這裡就是有三個菜色 一個就是一口角 非常有名的煎餃醬 哇 謝謝 說煎餃煎餃就來了 超漂亮了吧 它除了煎餃之外 還有它的拉麵也很有名 另外一個就是關東煮 但關東煮中午已經吃過 我就不再點了 好吃嗎 因為它皮很薄 就是炸過一樣 跟餃子不一樣 所以它好吃了嗎 還不錯 幫我來試試看它的煎餃 看起來超級好吃 因為它是現包現煎 有沒有很神 它就那邊有人在煎 然後那有人在煎 還有有人在做拉麵 好脆喔 對是脆的 它的煎餃皮已經脆到 很像在吃餅乾的感覺 但它是薄薄的 我喜歡吃薄餃子 就是一個算是蠻好吃的一口角 其實我們本來沒有打算喝酒的 但因為這裡的每一個人都點了一杯Asahi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破戒一下好了 啊好喝喔 好喝喔 餃子配酒怎麼那麼好吃 為什麼它的Asahi特別好喝 它的Asahi很甜欸 為什麼 那人家是寫心口 不知道為什麼 超級無敵甜的 我們剛剛的拉麵以上 來吃吃看它的拉麵 它的拉麵超簡單 就只有豆芽菜還有一片叉燒跟竹筍 拉麵應該比煎餃好吃吧 是吧 它的拉麵超簡單 但是超好吃欸 它那個豆芽這樣子摘 我就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因為我媽超討厭吃沒有處理尾巴的豆芽 但它有特別處理過 重點是它的拉麵味道超級簡單 湯頭簡單 麵簡單 豆芽簡單 配菜簡單 它整理打起來就是超好吃 然後你們知道嗎 這麼一大碗 現在才600日幣欸 大概台幣123 因為台灣怎麼可能找得到 喔 我要再補充說明一下 它的湯頭真的是我少數會主動把它喝完的 日本拉麵湯頭 它很好吃 它的麵完勝 真的 它的麵很厲害欸 很厲害 所以我還在想說要不要試它的關東煮的原因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試一個關東煮好了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我們一大早就起床 要準備搭JR線到另外一個城市 也是在高枝啦 叫做四萬十川 據說是日本的最後一道清流 然後你們看 我在高枝車站裡面發現什麼 這個階梯居然也是麵包超人欸 超酷的 然後這裡也是 我們等一下就要從這邊上去 搭那個JR線了 而且我一直忘記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飯店其實很不錯 它就在JR站附近 叫做Comfort Hotel Coffee 然後一個晚上的村人房是2,093塊 超便宜 居然還有副早餐 它還算挺豐盛的 有什麼 各種現打果汁啊 麵包 餐食 日式料理等等的 就是以無料早餐來說 我覺得CP值很高 很多人來高枝 都會選擇用自駕的方式玩四國 但像我和媽媽的開車技術都不好 上網查了下功課才發現 如果想要去高枝郊區 又不想要一直轉乘巴士 可以選擇搭JR到中城站的四萬十川玩 雖然車的班次偏少 但沿途風景震超級美 從艾芳、田野鄉間、河川到大海 光是去城的火車風景就很療癒啦 歷經快兩小時的車程後 我們終於抵達中城站 你們看這站超可愛 怕車站就這麼小 立刻就出站了 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站算很小 但這裡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河 叫做四萬十川 這也是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先往觀光案內所的方向前進 因為我們要租腳踏車 等等要去搭這個遊覽船 我們剛剛租到腳踏車啦 它其實租借的過程都很方便耶 就沒有我想中那麼困難 因為它雖然不會講中文 但它都有那個繁體中文的說明界面 所以很輕易就可以理解啦 那這兩台就是我們的腳踏車 然後如果你們想搭巴士也OK 粉紅色的路線就是我們等一下搭船的方向 到這邊之後再這樣繞過來 然後回去的時候再這樣繞回去 來回大概兩小時啊 然後搭船五十分鐘 然後這裡是商店區 這邊沿路都是沒有便利商店 所以要事先買好水喔 哇 太誇張了吧 這怎麼超美的 腳踏車道啊 然後你們看到旁邊這個四萬十穿河水啊 因為它太乾淨了 所以日本都叫它日本的最後一道清流 媽媽有了電動腳踏車的助力之後 直接不等我了 超級推薦大家來四萬十穿騎腳踏車的 你們看兩側 綠到這樣 好漂亮喔 欸這裡的生活步調超慢 完全沒有都市的那種匆忙感 你看我媽 欸你這樣拍好漂亮喔 真的好漂亮喔 今天天氣還很好 剛好我們來的時候是大晴天 據說我們離開之後會開始下大雨 哇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草的波動 超美欸 我不真實的感覺喔 日本明治為先的重要人物 從高知到這裡 都有版本龍馬的身影 哇你們看這個山 我們像不像要騎進兜兜龍 喔這裡涼快好多喔 剛剛曬大太陽 現在在樹林間騎車 哇 來到高知鄉下 一定要到當地的城下橋看看 這裡的橋面沒有設圍欄 因為水位上漲時會沒入水中 這樣的設計可以降低橋樑被洪水沖垮的風險 也因如此大家經過這裡時 記得要停下來將腳踏車牽著走 也不能駐足在橋面上拍照 影響行車的安全 另外 大家有機會夏天來這裡玩的話 七八月會有很多滑都木舟 SOP等等水上活動 所以四萬十川也被稱作是 日本夏天的寶藏經典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腳踏車程之後呢 我們終於抵達巫行船的搭乘處了 一個人是兩千塊 然後每個整點都有一班 我們剛好可以搭到一點鐘的 裡面有冷氣間 好棒喔 廁所的話就這樣子 一路直走進去就好 然後大家如果需要報名的話 就在這邊報名 上面是有來過的名人 我剛想說哇 這也太多人來過吧 就去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 TVBS 曾子余 然後沉船口就在他的隔壁 往下這樣子走 日本人真的好愛繡球花喔 沿路上看到超多繡球花的 哇 這個就是巫行船 好古早的感覺喔 但我們要搭的不是這一艘 我們要搭的是這一艘 原來這裡的鞋子要脫掉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巫行船了 今天包船耶 你看好嗎 就坐在這邊好Chill喔 我們的旁邊這個就是四萬十川河水 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澈 那這裡的日本大叔是不會中文的 也不會英文 但是他們有這個中文的說明 然後他只有三個要求 就是請拖鞋登船 然後不要去甲板上 還要在船開行的時候 不要站起來 哇 我們真的跟河水好接近的感覺了 對 它可以開車過去了 哇 我這樣幫你拍好漂亮喔 耶 日焙 因為心情好 河水好 風景好 你們看這個河水有多清澈 然後旁邊就是沙底 這個視角真的美到風 老實說 原本我以為烏行船體驗會很無聊 但這片景色真的太美了 整趟行程約50分鐘 雖然平穩 完全不用怕暈船 航長還會帶我們穿過兩座城下橋 船長說也可以伸手摸水沒問題 大家如果有興趣在船上吃午餐的話 也可以先在官網上預領特製便當 還有當地的野生鰻魚飯可選擇唷 好舒服喔 真的 我媽玩水玩得很開心 這種程度的玩水你可以接受對不對 沒想到50分鐘的航程馬上就結束了 媽媽 請給我一個10秒鐘的感言 因為我們10秒後要抵達路面 這裡的美 它不是無聊的美 它是發自內心快樂的美 我可以摸水 看風景 聽鳥叫 喔 掰掰 從這裡就看得出來水有多清澈了吧 很誇張吧 我剛手摸的水就是因為這邊的水太乾淨了 你們看回程的路上 看到我們剛搭的那艘船了 我們在路上發現一間 Takoyaki專賣店 它有各種Takoyaki耶 我們回來喊車啦 一樣也是這個地方 跟工作人員講一聲就可以了 他會稍微檢查一下車況 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就喊車成功 哇 這是我媽媽剛剛買的 還有我剛買的章魚商 我們抵達到高知段了 結果你們看 一下車對面就是麵包超人的列車 它甚至連門裡面也都是麵包超人喔 好美喔 超級的耶 我們回到市區啦 剛下車之後突然發現高知站內 其實有紀念品區耶 我本來以為高知站很小什麼都沒有 各種伴手禮都可以直接在高知JR站裡面買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會看到這裡有很多東西都叫做土佐 土佐是高知的舊名 所以它才會有各種土佐日記啊 土佐XXX的東西 今天的晚餐呢很厲害喔 我是看一個日本網紅推薦的高知美食 因為在高知居酒我好像也很有名 據說高知人的酒量很厲害 然後我查到的是這間 抱歉 因為我不會念日文 所以我就把資訊放在字頂留言 那菜單部分一樣 它是只有日文 所以我就借助Google翻譯 但翻譯的好像也有點不太準 所以我是點那個Google評論裡面的照片 哪一個看起來好吃 我就點哪個 如果你們以為高知只有自然景色 那真的是大錯特錯 這間俺の故シノオさん 是當地人氣很高的居酒屋 隨便點隨便好吃 烤香菇的汁多到不行 撒上檸檬汁會更好吃 他們家的雞肉料理很厲害 碧臉越見雞肉串 肉感比較接近漢堡排 再上蛋黃和醬油之後超級香 但我沒料到 鹽烤雞肉才會嫩到讓我這麼驚豔 本來還想說留一點味回飯店吃泡麵 結果他們家的烤大蔥 烤雞翅 肉包蔥 雞腥等等料理都太好吃了 我們吃到快撐死 一人卷才台幣八百多塊 而且高知有被稱作是酒國 因為酒的口感非常順口又好喝 和日本其他城市的酒很不一樣喔 很好吃耶 它又不是尋常的飯嗎 怎麼會烤得那麼好吃 它啥東西都沒有 就只有醬油跟飯糰 表面接著焦焦脆脆 但裡面的那個甜醬汁很好吃 第三天早上 來到高知第三天 都忘記跟他介紹這家站前的三制事項 中間這位就是板本龍嘛 我們今天沒有要去這家站 我們要去他隔壁的觀光案內所 要去兌換那個買油巴士 沒有在網路上訂也沒有關係 因為現場也可以販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搭乘的買油巴士 然後這個是現場買的價錢 謝謝 謝謝 很多來高知自由行的旅客 都會搭乘路面電車玩市區 不過如果你們想要跑遠一點的景點 又不想要自己開車 記得購買高知市的觀光Bus買油Bus 一張票只要台幣265元 就可以上山下海旁邊各大景點 但還可以像我們一樣 先達到最遠的貴賓站 再一路玩回來市中心 歷經40分鐘的車程之後呢 我們終於抵達貴賓啦 我看很多日本網紅來到貴賓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跟這個背板打卡 然後他們這邊就是美式廣場 這邊跟這邊都是伴手禮店 我媽剛剛已經等不及進去吹冷氣了 冰淇淋 而且都是那個 土佐冰淇淋 高知限定的 然後還有這一隻 到這都可以看得到的土佐豆泉 這隻還是皺眉頭版耶 超可愛 來吃吃看土佐冰淇淋 我跟你講它的味道跟什麼一模一樣 韓國的香蕉牛奶一模一樣 做成冰沙版 真的耶 對不對 就是韓國的香蕉牛奶啊 很華矣 那邊是紀念品館 這樣子一路走上來呢 就是貴賓海邊啦 今天天氣很讚耶 剛好可以看到鑽石海 從階梯走下來之後 你們看 迎接我們的就是超級大海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踏的話 你就沿著這個步道觀海就好 如果你想要下去玩水的話 也可以直接這樣子走過來 然後對岸呢 就是龍王甲 龍王甲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寺廟 我們等一下會去看 因為要爬街亭 所以我媽就放棄跟我一起上去看那個神社 帶你們看 這樓梯 這樣一路走上來是不是超美 然後眼前這個 這個神社好可愛喔 紅紅的一個就注意在海邊旁邊 然後在這個神社旁邊呢 整片的太平洋 它這邊還有給你一個指南針 我剛剛告訴你哪個方位在哪裡 看得到台北嗎 有耶 台北在這邊 然後這間是東京 哇 這個鳥居看下來超美 好壯觀喔 哇 這樣子走下來也好好看喔 這個海就在旁邊 說到本堂我最期待的景點 絕對是全日本人氣最高的貴賓水族館 它其實非常小 裝潢也不太新潮 是歷史近百年的老牌水族館 不過這間水族館最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人和動物之間的互動 以及帥哥飼養員 他們除了經常在社群場 分享私養和動物的相處日常 遊客甚至只要花一百元 就可以餵食館內許多動物唷 你看 門口剛剛不是有講說 這裡都可以餵食嗎 然後這裡頭一百塊 你就可以自己拿飼料 還有拿著夾子 去餵這個海龜 這個已經夾好了 哇好大一隻喔 來請你吃好了 呃 呃 呃 打他啊 你看 他吃不給他吃耶 好恐怖喔 他會噴出來耶 好啦好啦 我餵他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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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剪刀石頭布 然後他們 呃 他一次要停手 呃 呃 他們感情真的超好的 呃 呃 他叫他名字 名字是Niko Niko 呃 呃 他還會自己回家耶 呃 呃 呃 好可愛喔 哇 他好像去年的我 就一坨肉 哈哈哈 你們以為只有這樣而已嗎 他還可以餵企鵝 我基本上很多動物都餵過 但是就是沒有餵企鵝耶 一樣也是頭一百塊 然後那邊就可以餵食 這好像那個後台犬冰飛耶 我現在餵誰呢 每一隻都那麼可愛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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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餵了誰 他跳 我跳下去了 你沒夾到 我要餵他 這個被他吃掉了 我跟你們說 這裡可能是我這輩子來過最小的水族館 但是最好玩的水族館 他們真的太親人了啦 這些動物 每個動物看到人就是感覺 喔你來你來了 我來了 他們就要吃東西 午餐 我們選了一間附近很有名的 魚貝專門店 他就是賣海鮮拉麵 然後我們點了他的招牌的 兩個貝類拉麵 這樣 我們的拉麵來了 他拉麵看起來超爆好吃 而且很清澈的湯頭耶 通常不是拉麵的湯要濁濁的嗎 咦 對不對 好甜喔 跟一般拉麵不太一樣 因為一般拉麵不是很注重那個 豚骨湯頭要熬很久嗎 但我覺得他這個不是熬很久 就是單純把海鮮的甜煮進去 好好吃喔 然後這家是魚貝專門店嘛 所以他的貝類都超大顆 然後我的還有一個超級大扇杯 超大 還以為什麼珍珠美人魚扇杯 好甜喔 完全沒有腥味 就只有純粹的甜味而已 難怪他只給一個 真的很貴 有夠好吃 離開水族館後 我們又跳上麻油巴斯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舞台山展望台 這裡其實不大 但可以眺望整片高枝平原 也是當地著名的夜景觀賞地 而下兩站的竹林寺 和牧野植物園 其實就在舞台山展望台附近 用走的就可以到達 不用特別等抽 竹林寺的環境相當清油 有很多考生會來這裡參拜 這裡的五重塔也很有名 每到了楓葉祭時 也有很多遊客會來這裡參觀賞風 而我們當日的最後一站 牧野植物園 他解釋源自於日本植物圈之父 牧野富太郎博士 這裡的附近非常廣大 室內室外展區都很多元 從各式蘭花 到當地植物通通有 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他的溫室 從入場的天井就非常震撼 裡面有點像新加坡的雲霧林 有非常多熱帶叢林植物和自然植被 所以不用開冷氣就非常涼爽 雖然我本身對植物沒什麼興趣 但這裡真的很值得參觀喔 回到市劇透我終於來到本趟的壓軸 也是我最期待跟你們分享的 新野高知 這間才剛開幕兩天而已喔 我們就馬上入住了 然後我還不給我媽進來 我想要讓她有一個驚喜 好啊 怎麼那麼久 哈哈哈 因為我想要給妳看驚喜 噢 妳進去 這是我最喜歡的 我是希望我們家有這個樣子 結果一直都沒有做成 哇 還沒完還沒完喔 哇 這是小和事啦 對 這個小和事我覺得蠻喜歡的 它其實是三人房然後做成兩人啦 等一下媽媽 麻煩妳開一下窗簾 各位觀眾 是不是很扯 哇 好功夫喔 這個景很猛耶 我沒有料到這個景會這麼猛 原山耶 我們check in的時間蠻好的 剛好是日落 我媽說 在什麼舞台山看夕陽 在家看夕陽就好了 那邊就是出海口 還可以看到船進港 我們這次入住了歐姆七高知 其實是新野集團 在日本四國的首間歐姆飯店 但因為當天我訂不到雙人房 所以三人房一博二十的房費 是五萬兩千日幣 大概是台幣10547元 雖然費用不便宜 但我覺得蠻值得的 有他們家的自助晚餐真的很好吃 從海鮮到甜點 幾乎每樣都很讓人驚艷 雖然高知最有名的炙燒監獄 都搬進飯店的廚房 而且還非常有水準 大早堂的部分雖然無法拍攝 但環境蠻漂亮的 不過最喜歡的 還是飯店每天晚上九點的夜來季表演 這是高知每年八月中最有名的夏季慶典 舞者和遊客都會手指名字響板 跟著音樂一起擺動 表演中舞者所會邀請房客上台互動之外 舞者們其實也是白天晚上 接待我們的飯店櫃台兼晚餐服務生囉 最後一天 各位觀眾 歐姆高知的早餐居然比晚餐還要更厲害 它選項更多耶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特色料理 是這個田園蔬菜 一般我們吃過的壽司不是都是生魚片嗎 但高知其實有一個很有名的市集 叫做假日市集 它是全日本最長的早食 然後他們就有這個田園壽司 沒有吃過蒟蒻壽司吧 這就是他們的特色 他們是包這種竹筍啊 蒟蒻 甚至洋蔥 大蒜等等的 它已經點薑米更好吃了 我們不是吃過炙燒鯨魚嗎 結果它還有鯨魚生魚片 吃完早餐之後我們就迅速Check out了 因為今天的飛機是下午2點鐘 我們只能在飯店附近景點逛逛 來介紹一下第一個景點 這個河道有沒有超美 這條河呢在高知是非常有名的櫻花河道 很多人會在3、4月的時候來這裡看櫻花 因為這裡兩側就會變成櫻花河道 超漂亮的 然後我們飯店就在那裡 如果喜歡逛商店店的朋友 其實高知市集中心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景點 叫波摩屋橋 它就是以日本三大失望景點之一聞名的 對 你沒聽錯 那它真的就只是一條小橋 不過它背後其實有一段心酸的故事 19世紀時的生侶被禁止談戀愛 結果一位森人為了愛情 在橋邊的一間商店為他的情人買了一個髮夾 這行為被發現後 該名森人和情人被放逐 這座橋也因此聞名 不過波摩屋橋附近的商店太好逛 導致我們錯過機場巴士的時間 於是趕緊跳上計程車前往龍馬空港 目前高知機場因為還沒有足夠的設施 接收國際航班 所以國際航下有點陽純 沒有自動通關 全部都是人工審查 所以會需要花一點時間排隊才能上飛機 不過他媽媽一直都認為高知很值得在訪 因為這個城市實在太大太美了 而且我們在旅途中感受到不少當地人的溫暖和熱情 希望明年我的開車技術有進步 就可以自駕玩四國了 大家有興趣來高知的話 也可以參考台湖美洲兩班台北飛高知的航下 直飛兩個半小時很方便 當然有需要行程懶人包的朋友 也可以參考置頂留言唷 這是怎樣 那個是烏鴉的叫聲嗎 他是小孩吧 他就太酷了吧 太酷了吧